这期继续分享《战神归来》第十四篇,朋友们记得帮忙点赞评论哈,他走了过去,将刀疤他们喊了过来,进行训话。 你们听着,这段时间我要离开东海一段时间,你们这些人都给我听清楚了,就算是死,也要给我保护好大哥,保护好林总跟他的家人,要是出了点什么差错,等我回来,你们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是。 刀疤等人恭敬英誓。 是。很快,赵山河就离开了东海。声势不小,很是招摇,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省城。 省城?庄园之内?八爷又在下棋了。不过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在下,而是有了对手。 当他对手的,不是别人,正是省城的大宗师,剑圣。双方杀得你来我往,棋逢对手。 好一会儿之后,八爷笑着道,哈哈,你输了,剑圣苦笑一声,八爷奇异高超,我不是对手。 八爷笑着摆了摆手,你的手上功夫已经那么厉害了,棋盘功夫不如我很正常的,要是你连这点都要赢我,那我可就真的是一个没用的糟老头子了。 他跟剑圣说话非常随意,像是一个相处多年的老朋友。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剑圣跟在他身边,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可以说,这辈子他最信任的人,不是亲人,而是眼前的这位剑圣大宗师。 那个人回了东海之后,有什么异动吗?八爷随意问道。 剑圣摇了摇头,叶管家传来消息,那人回了东海之后,并没有什么举动,倒是赵山河离开了东海。 哦,去哪里了?八爷问道。 北方?剑圣沉声道,走的时候非常招摇,很多人都知道了。 话落?八爷的眉头微微一挑。 赵山河去北方了,还走得很招摇? 是。这个时候,他去北方做什么?难道是陈小刀有什么动作了不成? 八爷喃喃道,他皱着眉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两久,八爷似乎想明白了一件事情。 他忽然笑了起来。 八爷你笑什么?剑圣好奇问道。 看来那个人的来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厉害,也不知道他跟陈小刀到底是什么关系。 八爷眯起了眼睛,你去一趟东海吧,请那年轻人来一趟,我要跟他见一面。 剑圣一脸疑惑。 但他没有问什么。 是。吃过中午饭之后,林宇柔又在办公室忙活起来。 李东在公司里闲逛了一阵,然后他心血来潮,下去买了一袋子冰淇淋。 现在的天气还算是炎热,吃点冰淇淋倒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上到办公室,林宇柔跟小白正在讨论着什么。 李东推门走进来的时候,嘴里还咬着一个冰淇淋。 呵呵,你们要吃这个吗? 李东笑着,将袋子放在了办公桌上面。 谢谢东哥。 小白是真不客气,立刻拿起一个吃了起来,那个,林总,刚才您说的我都记下了,我这就去忙活了。 说完他拿着文件,离开了办公室你要吃吗? 李东笑着问林宇柔。 林宇柔看着袋子里的冰淇淋,不争气地咽了下口水。 平时他很少买这些东西来吃的。 哪怕天气炎热。 因为他是一个很注重身材的女生,这些东西蕴含高热量,吃了会发胖的。 不过现在,既然李东都买回来了,不吃白不吃。 那你帮我打开。 林宇柔点头。 行。 李东笑着道,然后小心翼翼拿起一个打开了包装,递给林宇柔。 林宇柔接了过去,咬了一口,真好吃啊。 今天早上,我跟公司的高层开了一个会议,整理了一下公司现有的产品。 但发现,我们公司产品虽然很多,但并没有那种爆款。 林宇柔吃着冰淇淋,微微皱着眉头。 那你想怎么办,打造一款爆款产品。 李东随意问道。 是有这个想法,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林宇柔点头。 毕竟,林宇集团现在是一家数千亿规模的集团公司,虽然进行的项目不少,但主要经营的,还是化妆品。 那些化妆品在东海本地,乃至省城都还算是有点名气,但除了天行省,跟其他那些国际级别的化妆品相比起来,就差太远了。 无论是产品,亦或者是品牌,都比不过。 这样一来,就限制了林宇集团的发展空间。 而只要打造出一款爆款产品,最好名气响彻全国,那样的话,林宇集团的名气进一步扩大,发展的空间才会更大。 这是林宇集团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战略目标。 只是,想要打造出一款爆款产品,谈何容易,看你的样子,遇到了难题,李东笑着问。 主要是现在打造一款新的爆款产品成本太高了。 林宇柔点了点头,公司现在还有三十几个项目进行,抽不出太多的资金去研发新产品。 虽然林宇集团现在规模很大,但是资金是真的不够用啊。 虽然邱红图做主,在东方银行带了多笔庞大数目的款项, 但依旧是杯水车薪。 这一次,林宇集团想进军省城,甚至将战圈转移到其他省份, 没有一款牛逼的产品打底,是很难站稳脚跟的。 毕竟,到时候若是连市场都抢夺不了,那又何谈从别人的口中抢夺份额呢? 李东笑了笑,随意道,我还以为是什么事情呢? 就这是啊,小事而已啊。 什么小事? 林宇柔瞪了他一眼,你知道研发一款新产品 需要多少钱吗?你知道有多难吗? 那就不研发了呀。 李东耸了耸肩,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瓶子,放在了桌子上。 那,这个拿来当公司的新产品,肯定是爆款。 林宇柔一愣,接着他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 这是。 林宇柔拿起这个小瓶子,这是你上次用的那种药膏? 不是。 李东笑着摇头。 我能打开吗? 林宇柔连忙道。 可以啊。 接着,林宇柔将瓶子打开了顿时,办公室里面,飘散着一股浓浓的药草清香味道,非常好闻,又不刺鼻。 林宇柔看了看,发现这瓶子里面装着的,不是上次见到的那种绿色药膏,而是一种白色的粉末。 这是什么? 林宇柔好奇问道。 这是我自己研制出来的小玩意,用来去扒美白的。 李东笑着道。 真的假的呀,林宇柔一脸不信。 虽然他之前见过李东用的那种疗伤膏药,效果也的确不错。 但,能用来驱疤美容的药粉,他还真的从来没有听说过。 现在市面上的美容产品,也有号称可以美白驱疤的,但效果都微乎其微。 只是一个噱头而已。 不信。 李东笑了笑,那你要不要现在,就看看效果。 怎么看? 等着。 李东直接拿出手机,开始打电话。 到吧,找一个手上有疤痕的兄弟上来林总办公室这里。 挂断电话几分钟,敲门声响起。 李东走过去打开门,一个兄弟站在门外,大哥。 嗯,进来吧。 李东点了点头。 这兄弟有些疑惑,跟着走了进去。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是叫阿虎吧? 李东转身,看着这个兄弟,笑着道。 是,大哥,我是叫阿虎,没想到大哥能记住我的名字。 阿虎一脸激动的样子。 他以前是跟着刀疤一起的,是那几个弟兄其中的一个。 若不是李东,他跟刀疤那些人现在恐怕早就已经饿死街头了。 所以,在他们的心中,李东就是他们的神,无所不能的神,最为敬重的神。 现在大哥居然能记住他的名字,他如何不激动,李东笑着摆了摆手。 这次找你过来,是想试验一下这种东西的效果。 说着,他将那个瓶子拿了起来,然后对阿虎道,好了,你手上的伤疤在哪里? 阿虎有些疑惑,但还是伸出了手。 只见,在他的手背上,有一条已经痊愈的疤痕,很大,很深,皮肉翻滚,看起来很是猙獰。 李东用小瓶子对准了那一道伤疤,然后倒下了一些白色粉末。 你自己揉一下,将药粉充分揉进皮肤里面,等会儿看看效果。 是!阿虎没有二话,立刻在那一道伤疤上面揉了起来。 大约十分钟之后,可以看到阿虎手背上已经出现了一坨坨的黑乎乎的东西。 看起来有点恶心。 李东点头道,可以了,现在你去用水清洗表面,再过来。 是,大哥! 阿虎说完就走了出去。 林语柔看到阿虎出去之后,恶然道,这就行了,效果如何,等会儿你看就知道了。 李东笑着道。 等了几分钟,阿虎又回来了。 他的脸上,满是惊奇。 大哥,这太神奇了,您看,说着,他将手背举起来,让李东看。 林语柔也一脸好奇地看了过去。 然后,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阿虎原本手背上的那一道疤痕,居然淡化了大半,不但如此,他手背上那一块的皮肤,竟然变白了很多,跟四周围黑悠悠的皮肤相比起来,太鲜明了。 你看,我没骗你吧,这东西的美白效果跟驱疤效果,可不是我吹的。 李东笑着道。 林语柔一脸震惊。 她本来不是很相信的,但现在事实摆在面前啊。 这效果,简直就无敌了。 世界上不知道多少价格昂贵的美容品,但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简直不可能。 好了阿虎,你去训练吧,你手上的伤疤,再过几天,自己就会自然脱落了。 李东对阿虎道。 是,大哥。 阿虎没说什么,恭敬点头,然后离开了。 在这里耗费了这十来分钟的时间,他要快些去训练回来才行。 不然的话,又会落后那些家伙了。 之前刀疤说了,大哥要在他们当中挑选出一个人去当林总父亲的司机跟保镖。 为了这个目标,现在所有人都疯狂训练。 阿虎当然也不例外。 等阿虎走了之后,李东看着林宇柔笑咪咪问,怎么样,这东西用来当公司的爆款产品,应该可以吧? 林宇柔连连点头。 他想了想,问道,那你这个药粉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原材料贵吗? 他现在身为公司老总,当然要考虑到成本之类的方方面面的事情。 要是成本太贵的话,这种东西就算研造出来,普通老百姓买不起,那也没用啊。 原材料是一种罕见的重用,价格不便宜,估计在这边很难买到。 李东挠了挠头。 他倒是没有想到这一点。 林宇柔翻了个白眼,那有什么用,可以用其他东西进行代替吗? 可以啊,市面上很多药材都行。 李东笑着点头,不过用其他材料代替,效果可比不上刚才的那样,要大打折扣的。 不过即便如此,依然可以吊打市面上所有的美容产品。 真的吗?那太好了。 林宇柔顿时激动了起来,谢谢你,李东,有你真好。 他的心情好得不得了。 现在有了这种药粉,阻碍公司扩张的拦路时没有了,一下子心里就轻松无比啊。 他全然忘记了自己这个总经理是在给李东打工的。 李东哈哈一笑,然后找来了纸跟笔,在纸上写出了药粉的研造过程,以及用来代替的一些主要材料。 写完之后,他拿起来吹了吹,递给林宇柔,诺,这东西你可要收好了,被别人知道了,那损失可就大了。 林宇柔拿了过去,小心翼翼地收好了。 毫不客气地说,这份东西要是流传出去,绝对要被抢破头。 可以创造的利益,以全球来算的话,何止万亿,是了,这要粉有名字吗? 林宇柔又问。 没有。 李东摇头。 那你取个名字吧。 林宇柔眨了眨眼睛。 这东西是李东的,当然要他来取名字了。 李东想了想,笑着道,那就叫美白驱八粉吧。 林宇柔顿时皱起了眉头,这名字也太难听了吧。 那就没办法了。 李东耸了耸肩,我对取名字什么的,实在是没什么天分。 算了,还是我自己想吧。 林宇柔一脸无奈。 然后他拿着冰淇淋一边吃,一边想名字,还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唇。 那样子,看起来可爱极了。 李东看得呆了一呆,林宇柔都不知道自己舔嘴唇的那个动作,到底有多撩人。 你别动。 李东盯着林宇柔的嘴唇半嗓,忍不住咽了下口水,忽然伸手过去。 啊,怎么了? 林宇柔立刻一动不动,好像被钉在那里一样。 你嘴巴上有东西。 李东一本正经的的样子。 然后,他的脸凑了过去,实在是没忍住在林宇柔的嘴唇上亲了一下。 林宇柔的嘴唇上,还残留着一股冰淇淋的味道。 真甜啊。 好了,现在没有了。 李东一下子就离开,一本正经的样子。 他不敢太过分,虽然他跟林宇柔之间有过不少亲密接触, 但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 万一林宇柔生气了,那就不好了。 而林宇柔,整个人像是被电击了一样,瞬间麻木了。 他感觉自己的脸,一下子就变得滚烫起来了。 再去看李东,这家伙居然一脸平静的样子,一脸正经地吃着冰淇淋。 看起来,就像是刚才那一幕是幻觉。 这家伙占便宜,这么随意的吗? 林宇柔很想问一句,但这种事情,他又不好意思问, 总不能问刚才你是不是故意要占我便宜的。 要是他这么问,这家伙估计会变本加厉, 更过分的事情都干得出来。 办公室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暖昧了起来。 林宇柔安静地吃着冰淇淋不说话,那小心翼翼的样子, 似乎生怕再弄脏了嘴角,李东又会来帮他清理了。 而李东则是在心里想,刚才林宇柔的嘴唇,是真的很甜啊。 没多久,敲门声,打断了这样的暖昧气氛。 请进。 林宇柔赶紧正经微坐,喊道。 门被推开了,小白走了进来。 林总,东哥,外面有人送来了两辆车,说是送给东哥的。 林宇柔一愣。 他看向李东,有些茫然。 送车? 平白无故的,为什么有人会送车给李东? 李东则是呵呵一笑,好的,我知道了,这就下去看看。 他心思一转,立刻就猜到了送车的是谁了。 从省城回来的时候,在路上遭遇到了杀手, 他给骷髅会杀手之王打过电话, 也提到过他的车因此而损坏,估计是对方差人送来的。 林宇柔带着疑惑,跟着李东很快来到了公司门口。 此时,有不少来往的员工以及客户停下了脚步, 在门口围拢了起来。 他们都在看着两辆车子。 要是一般的车子,根本不会有这么多人围观。 因为这两辆车,不一般。 两辆黑色的劳斯莱斯幻影。 而且还是全球限量版的,整个东方世界,都没有几辆, 然而在这里,却一下子出现了两辆,如何不让人震惊。 东哥,林总看到李东跟林宇柔出来,大家笑着跟他们打招呼。 林宇柔虽然是公司的老总,但是他平时对待员工客户,都是非常亲近的,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 李东同样也是如此,所以大家尊敬他们的同时,态度也不会太过严谨。 嗯,大家好。 林宇柔笑着跟大家打招呼。 送车来的人呢? 李东问。 已经走了。 守门的保安立刻走了出来,这是他们留下来的资料, 说是车辆的登记证书跟钥匙之类的东西。 说着,将一个透明带递了过来。 李东接过来打开一看,果然,绿本上面写着的车主姓名,就是他。 两辆车都是。 上面还有一张纸条。 亲爱的战神阁下,希望这两辆车您能喜欢,落款。 大卫。 李东淡淡一笑,还算那家伙会做人,不然的话,到时候他去西方,肯定会上门去拜访那个家伙。 这两辆车是你买的? 林宇柔一脸震惊地问道。 李东摇头,不是,这是别人送的。 林宇柔顿时无语了。 其他人更是一脸震惊。 谁这么大的手笔,一下子出手,就送了两辆劳斯莱斯。 要是普通的劳斯莱斯,他们还不会这么吃惊。 关键是,这两辆劳斯莱斯是限量版的呀。 整个东方世界都没有几辆,就算是有钱都买不到的,然而却直接送给了李东。 太牛逼了。 呵呵,这下叔叔的坐驾有了,本来那辆A8我就觉得配不上叔叔的身份。 李东看着这两辆车,很是满意。 这两辆劳斯莱斯,一辆给林国栋当坐驾,另外一辆,当然是他自己用了。 毕竟之前那辆是赵山河的,李东平时拿来用一下还行,总不能让赵山河换车吧。 大家又围观了一会儿,纷纷用手机拍照发朋友圈,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最后,李东让大家都散去了,然后将这两辆车开去车库停好。 停好车,李东跟林宇柔往里走,忽然他停下了脚步,心中一动。 一转身,朝着一个方向看了过去。但,那个方向,什么都没有。 你先上去,李东对林宇柔道。 你不上去吗?我再去买点零食,等会儿就上来。 李东笑着道。林宇柔没多说什么,静止上办公室了。 等林宇柔上去之后,李东就背负着双手,朝着外面晃去。 他慢慢散着步,没多久就来到了附近的一个公园当中。 公园里人不多,三三两两地走着,李东来到一个人工湖前,看着波光粪林的湖面,脸色十分平静。 他的后背露出,甚至一眼看去,全部都是破绽。 但若是真正的高手,却不会轻举妄动。 比如,剑圣就是如此。 是的,他就在这里,就在李东的身后不远处。 他从省城而来,来到这里,就是要为了见李东一面,传达巴爷的信息。 剑圣还知道,他刚才在林氏集团门口出现的那一瞬,李东就已经发现他的存在了。 所以,李东来这里,也是为了见他的。 果然。 李东头也没回,淡淡道,前辈来到东海,怎么不打声招呼? 我好找个地方,请前辈吃顿便饭啊,他依旧看着远处的湖面,语气平静。 若是赵山河在这里,肯定会吓得脸色发白,站都站不稳。 因为这个人,是剑圣啊。 省城的剑圣,真正的大宗师强者。 一个人就将整个省城地下圈子压得抬不起头来的恐怖高手,他竟然来了东海。 而且此刻,就站在李东身后不远处的地方。 听到李东的话,剑圣沉默了一下,开口道,还是算了,东海的饭菜,我吃不惯,说着,他迈步走了过去,站在李东的身边。 倒是省城的饭菜味道更好一些,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去尝一下? 李东笑了笑,他转头看了一眼剑圣,淡淡道,省城吗? 我这个人胃口比较大的,好吃的东西就喜欢多吃一些,万一吃得太多了,那怎么办? 剑圣的眼睛,顿时微微眯了起来。 李东这话,听起来有些大逆不道啊。 换做别人,这话刚说出来,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但说出这番话的人,是李东。 一个让剑圣都忌惮不已的恐怖高手。 李先生说笑了。 说吧,来找我做什么? 李东问道。 他可没有兴趣跟一个老男人在这里吹牛逼。 有时间,还不如回去跟林宇柔调调情呢。 八爷要见你,剑圣沉声道。 他要见我就让他来呗。 李东随意道。 剑圣顿时皱起了眉头。 让八爷来见李东。 他很想说一句,你算什么东西,但是一想到对方的实力,这句话怎么也说不出来。 没事的话,我走了,再见。 李东说完,直接转身就走。 剑圣愣住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别人抢着去见八爷的,还从来没有人拒绝过八爷的邀请。 可是这个男人,他不按照常理出牌啊。 要是他不答应去见八爷,剑圣这次来的任务,就算失败了。 他不允许失败。 于是他沉声道,你站住。 李东站住了,他转身看着剑圣,疑惑道,你还有什么事吗? 你再去一趟省城,八爷请你过去见他的。 剑圣道。 李东笑了起来。 他让我去就去啊,那我岂不是很没有面子? 开玩笑。 他堂堂东方战神,全球上下,不知道有多少大人物求着要见他呢? 省城的那个什么八爷,算什么东西? 剑圣沉默了。 那你怎样才肯去见八爷? 剑圣问。 李东饶有兴趣地看着他,发现这个大宗师不太会说话,很直啊。 去见他也不是不行,可是我能得到什么好处? 李东问道。 剑圣又沉默了。 他什么都给不了李东这次来,他只是传话而已。 你很希望我去见他? 李东问道。 是。 剑圣看了李东一眼,忽然道,但我更希望,能有机会跟你打一场。 虽然李东带给他一种极端的危机感,但是,这更加可以刺激他的兴奋度,让他战役浓郁。 在省城跟着八爷这么多年,他无敌了这么多年。 在其他大宗师没有出现的情况下,整个天行省地下世界,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有时候,无敌就是一种寂寞,他渴望对手,真正的对手。 而李东,在他眼里,就是一个非常强劲,可以带给他危机感的对手。 跟我打一场。 李东看着剑圣,笑着摇头,不是我看不起你,但是,你还真不是我的对手。 以他的实力,要是全面爆发出来,别说是眼前的这个剑圣,在全球之中,能有资格当他对手的,也只是寥寥几人而已。 剑圣没有说话,也没有去争辩。 到了他这个层次,用嘴上功夫,去争辩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不过他要承认,自己或许真的,不是这个男人的对手。 他心中很好奇,这个男人,这么年轻,却拥有这么可怕的实力,他是谁呢? 要说他是赵山河的人,剑圣第一个不相信。 这样的恐怖高手,绝不是赵山河有能力降服的。 好了,你回去吧,转告给你们那个八爷,这两天,我正好要过去省城采购一些东西,顺便就去见见他吧,李东挥了挥手。 这一次,他头也不回,直接走了。 剑圣沉默。 他看着李东的背影扮上,才转身离开了这里。 既然李东答应去见八爷,那他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李东买了一大袋零食回去,就看到林语柔有些愁眉苦脸的样子。 嗯,你这是怎么了? 李东将零食放下,皱眉问道。 他就出去见了一下省城的那个剑圣,怎么一回来林语柔就愁眉苦脸? 刚才我让人去查了,东海的药店里,有两种药材没得卖啊,林语柔叹了口气道。 对于集团公司要研造新的爆款,这件事情他非常上心的。 刚刚一回到办公室,他就立刻让人去调查东海各大药房的情况, 发现李东给他的那份配方上,有两种药材,东海居然没得卖。 这就有点伤脑筋了呀。 嗨,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 李东随意道,东海没有得卖,那就去省城呀。 这样的话,那岂不是又要去一趟省城? 林语柔微微皱起了眉头。 他每天的工作非常多,上次去了一趟省城,才短短两天,就已经累计一大堆工作了。 所以,没有必要的话,他不想到处乱跑。 去就去呀,这种事情,难道你想交给别人? 李东笑着问。 林语柔犹豫了一下,叹气道,算了,还是我亲自去比较安心,最好是去找到一家供应商。 这是长期的买卖,要是能找到长期合作的原材料供应商,就算又去一趟省城, 他也乐意想通这一点之后,林语柔就有些兴奋了。 林语集团一旦打造出新的爆款,那就要出东海这个圈子,正式踏入省城,朝着天航省周边进行发展了。 从林语集团交到他的手上到现在,才短短两三个月而已呀。 林语集团的发展,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了。 从上千亿的资产,扩展到了现在数千亿,即将上万亿了规模了。 这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利,哪怕会遇到一点小麻烦跟问题,都很好地解决了。 这对于林语柔来说,是非常好的锻炼,让她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当然,林语柔心中很清楚,这一切,都离不开李东的帮助。 但马上就要,朝着省城以及周边进行发展,这让林语柔兴奋的同时,又有些紧张。 她总觉得,这样发展的速度,是不是太快了些? 可以说,林试集团现在的发展之快,已经让不少媒体争相报道了。 对于林语集团的企业文化,更是引起很多人的热议。 因为李东说了,林语集团没有股东,对于赚钱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除了赚的钱可以保证运营以及给员工提高福利之外,很大一部分赚的钱,都用来做公益了。 比如用来修桥铺路,用来扶贫等。 短短两三个月时间,林语集团用来做公益的钱,就达到了十个亿。 这简直刷新了老百姓们对商业公司的认知。 东海大领导更是说了,林试集团就是东海的骄傲。 这句话在电视上报道之后,更多媒体进行采访。 于是,整个东海的老百姓,人人都对林试集团称赞。 很多被林试集团帮助到的老百姓,更是自发送来了一张张奖状,一面面锦旗,挂满了林试集团的荣誉墙。 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渴望能够进入林试集团工作,并且因此为荣。 如今在东海,林试集团的声誉,无人能够撼动。 对于这一切,林语柔非常开心,这样,她就有更大的动力去将公司做大做强,这样就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了。 但发展太快,又让她有些患得患失。 李东,你说我们发展的速度会不会太快了? 快,不会啊,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快节奏的,什么都很快的。 李东嘴里塞着一把零食,含糊不清地道,当然了,有些事情还是要慢一点比较好。 什么?林语柔问。 夫妻间的那点是呀? 李东想都没想脱口而出。 这车开得有些猝不及防,林语柔一听,立刻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一下子脸红了。 这家伙,干嘛说这种话? 难道她想跟自己? 想到这里,林语柔的心脏不争气地剧烈跳动了起来。 脸更红了,滚汤滚汤的。 她心里害羞的同时,忽然想起了在美容院跟李东泡泥浆时候那充满爆炸性力量的身材。 咦,你怎么脸红了? 李东看了林语柔一眼,你不舒服吗? 没,没有。 林语柔急忙道。 她看到李东没有要走过来的意思,顿时松了口气。 她现在有些害怕跟李东靠得太近了。 因为一旦靠太近的话,她的身体就会有种异样的感觉。 对了,如果产品做出来了,你说我们要不要去请一个明星来代言? 林语柔赶紧转移了话题。 可以啊。 李东点了点头。 虽然她很有信心,产品做出来肯定会成为世界级爆款。 但俗话说得好,酒香也怕巷子深啊。 请明星来代言,可以快速将产品打出名气,这对公司来说是有好处的。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省城? 林语柔问。 过两天再说吧。 嗯,那我先忙了,忙完了,我们回家吃饭。 林语柔说完,又开始忙活了。 李东无所事事,一边吃着零食,一边用林语柔的手机玩游戏。 忽然,林语柔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我是林语柔。 林语柔放下手中的工作,拿起电话说道。 林总,外面一对父子,说是从省城来的,他们想见东哥。 话筒里传来了前台小姐的声音。 好的,我知道了。 林语柔放下电话,看向打游戏的李东,哼了一声,好了,别玩游戏了,外面有人找你。 这家伙,每天都这么悠闲,倒是自己,忙得要死。 李东放下手机,差一道,有人找我。 这个时候,谁会来找自己? 刚才他在公园里,见过了省城的那位见圣,肯定不是对方。 那么会是谁呢? 你还记得,在我学校门口帮助过的那对父子吗? 林语柔笑着道。 是他们,他们来了。 李东诧异道。 应该是。 林语柔点头。 那我下去看看。 李东将手机还给林语柔,走出了办公室。 林语柔没有跟着下去,他现在正在工作当中,抽不出空来,让李东去就可以了。 来到林氏集团大厦门口,就看到一老一少站在不远处。 不就是他前几天帮助过的那对父子吗? 李东笑着迎了上去,老人家,几日不见,身体可好。 恩人,恩人你好啊。 老人一看到李东,顿时激动了起来,握着李东的手,不肯松开。 经过那一次李东的治疗之后,他现在身上已经没有了那种可怕的恶臭味道,反而身上有一股淡淡的中药味。 而且他的精神,看起来好了很多,虽然还有些萎靡,但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就会彻底痊愈的。 可别这么叫我,我叫李东,老人家你要是愿意的话,就叫我一声小冬吧。 李东笑着道。 说着,他看向年轻人,笑着道,你来了? 嗯,我来了。 年轻人木讷道。 他的眼中,带着一丝不可察觉的震惊,在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他还真的是被眼前的林氏集团大厦给震惊到了。 没想到,就职自己父亲的那个人,竟然有这么大的一家集团公司那可不行,恩人就是恩人,可不能乱叫的。 老人连忙摇头。 救命之恩,当永泉相报。 若是没有李东,恐怕他现在已经被装在盒子里了,李东救了他的命,就是他的大恩人。 对于他的执拗,李东也无可奈何,就任由他去了。 找到住的地方了吗? 李东问。 没有,我们刚来。 年轻人摇头。 那行,跟我来吧,李东笑着道。 然后他带着这对父子来到了公司后方的员工宿舍。 呵,哈。 一来到后面,立刻就听到不断地有着各种嘶吼声传来。 确实刀疤他们还在进行疯狂的训练。 年轻人诧异地看着那一幕,他看到那些堪称恐怖的各种障碍,眼神灵动,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刀疤,过来,李东喊了一声。 大哥。 刀疤跑了过来,然后看到了这对父子,差一道,咦,是你们啊。 少废话,立刻去让人腾出一个房间,给老人架跟这位小兄弟,让他们暂时在这里住下来再说。 李东下达了命令。 好嘞,刀疤领命而去。 很快,刀疤就让人腾出了一个房间,将老人安置了进去。 他现在的身体还很虚弱,需要休息。 年轻人让老人睡下,然后跟着李东走出了房间。 你叫什么名字? 李东问。 我叫大头,年轻人道。 李东一愣。 大头? 这算什么名字? 而且他的头也不大啊。 好,大头,你有想过要做些什么吗? 李东问年轻人。 让我做什么都行。 大头木讷道。 李东救了他父亲的命,也是他的恩人。 他选择来了这里,就是为了报恩的。 所以,无论李东让他做什么,他都愿意。 看到他们了吗? 李东指着正在疯狂训练的刀疤等人。 大头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嗯。 那你敢不敢去试一下? 李东笑着问。 好。 大头点头。 接着,两人来到了训练场。 刀疤他们全部停了下来。 大哥。 一群人恭敬喊道, 看着李东的眼神充满了狂热。 李东点了点头,对大头道, 那你现在就去试试。 好。 大头没有丝毫迟疑, 直接朝着关卡走去。 见状。 刀疤等人顿时脸上带着戏谑的笑容。 要知道, 当初他们这些人刚上去走关卡的时候, 摔得不知道有多惨。 这个年轻人, 恐怕要吃苦头了。 李东静静地看着大头, 眼中带着奇异的光芒。 早在省城的时候, 那时候老人还在进行蛤蟆跳摔倒的时候, 李东见过大头展现出来的速度。 比普通人快了很多很多, 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身体素质, 极好。 用来习武, 绝对是一个好苗子。 他很想看看, 这个年轻人的天赋, 到底有多高大头此时脱掉了鞋子。 他站在第一道关卡面前, 脸色平静。 仿佛, 在他面前的不是可怕的障碍关卡, 而是平地一样。 终于, 在众多目光下, 大头动了。 他整个人窜了出去。 速度极快。 这小子要吃苦头了。 哈哈, 没关系的, 摔摔更健康, 我们这些人谁不是这样过来的, 刀疤他们顿时发出哄笑声。 但, 接下来, 他们的哄笑声吓然而止。 因为大头居然没有摔下来。 第一关障碍, 他竟然轻松就渡过了, 立刻就来到了第二道关卡。 在这一道关卡面前, 大头停留了片刻, 然后又动了。 不过这一道关卡, 他耗费的时间比第一道更长一些, 但最终, 同样也渡过了。 接着是第三关。 一直到第四关, 大头才终于过不去, 狠狠地摔在了下面的泥地上。 而此时, 刀疤等人一脸呆滞。 什么情况? 说好的, 一开始就摔下去呢? 怎么那小子直接过了三关? 这样的结果, 让刀疤他们不敢置信。 那些关卡有多难, 他们是领教过的, 即便是现在最领先的刀疤, 一开始也是摔得很惨啊。 可是, 那个年轻人, 为什么就可以一下子连闯三关? 这要牛逼的吗? 而李东看到这样的结果, 则是露出了笑容。 三关, 虽然不多, 但是足以证明大头的天赋了。 可以说, 那是一个真正的天才。 只要训练得当, 假以时日, 大头成为宗师强者, 乃至大宗师, 那都是很有机会的。 自己算是捡到宝了。 此时, 大头爬了起来, 他没有去看身上沾上的泥巴, 再一次来到了关卡面前。 他微微皱起了眉头, 看着第四道关卡,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好一会儿, 他才有了动作。 毫无疑问, 前面的三关, 他这一次依旧通过, 而且速度还更快了一点。 不过, 在第四道关卡面前, 他进行到一半, 依然摔了下来。 可从他的脸上, 看不到丝毫气乃的表情, 站起来之后, 又开始了闯关。 一次, 两次, 三次, 第四次之后, 在所有人的目光下, 大头闯过第四道关卡了。 这一下, 刀疤他们彻底无语了。 什么叫做天才, 这就是了。 要知道他们这些人 闯过第四道关卡, 最快的也用了好几天啊。 然而, 人家只是试了四次就成功了,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感觉如何? 李东把大头叫过来, 笑着问。 还好, 大头还是一如既往的少化。 不过他的眼睛里面, 却闪烁着灵动的光芒。 就刚才训练的那一会儿, 他可以清晰感受到自己身上的变化有多大。 这种训练方式, 真的让他非常喜欢啊。 争取在八分钟内度过所有关卡, 到时候再来找我, 李东笑着道。 好, 大头点头。 刀疤他们听到这话, 面面相去。 八分钟。 他们这些人, 从开始训练到现在, 连十分钟都还做不到。 而李东直接让大头在八分钟内过关, 别小看两分钟, 只有刀疤他们才知道, 那到底有多难。 这小子, 这妖牛逼的吗? 李东心情很不错, 他让大头留在这里继续训练, 而他重新回到了办公室。 大头那小子是个习武的好苗子, 只要交好了, 那就是真正的左臂右膀啊。 他的天赋, 是刀疤他们所有人排马都追不上的。 怎么样? 林语柔问李东。 已经将他们安顿下来了, 这次我们算是捡到宝了。 李东笑着道。 嗯, 林语柔一脸疑惑。 接着, 李东就将大头的习武天赋说了一遍, 他就像是一块没有进行雕琢的蒲玉, 只要用心雕琢一下, 就会释放出惊人的光芒。 那你是准备把他留在身边吗? 林语柔问道。 当然。 李东点头, 这样的天赋要是不利用起来, 那就太浪费了, 而且在我身边, 我们可以给他最好的生活条件, 他就不用去外面被人剥削压榨了。 如果大头不来找他, 那么, 面对老爷子的高昂医疗费用, 最终大头只能去工地搬转。 那样的话, 他的天赋就会彻底被埋没掉。 而且, 老爷子得不到很好的修养, 会落下病根的。 而他来找李东, 这一切都将不成问题。 两天时间, 一晃而过。 林语柔积压下来的文件, 都已经处理完了。 并且已经开始着手, 准备研发李东给的那种美容药粉。 当然, 想要研发那种美容药粉, 其中最重要的, 还是原材料。 所以, 林语柔准备出发去省城找供应商。 李东跟他一起去, 更是给林语柔身边安排了刀疤, 等八个人进行保护, 保证他的真正安全。 对于林语柔的安全, 李东不会有丝毫懈怠, 他不容许有任何意外。 事实上, 若是第一次去省城, 根本就不用这么重视, 但经过上一次在省城做的事情之后, 李东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会被省城的那些家伙看在眼里的。 不排除他们铤而走险, 对林语柔出手。 除了带上刀疤他们之外, 李东还格外带了另外一个人。 大头? 是的, 李东把他也带上了。 对于大头, 李东现在是越来越感到惊艳了。 因为短短两天时间, 他就已经冲到最后一关了。 只差一点点, 就过了所有的关卡。 对于这样的怪胎, 刀疤他们都已经麻木了。 他们亲眼看到, 这个年轻的家伙, 但凡是遇到过不去的关卡, 只要摔上几次, 再思考一下, 很快就能过去。 这就是天才的可怕吗? 刀疤他们只是单纯的羡慕, 一点都不嫉妒。 因为这个人, 是李东留下来的。 您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大哥是要将这小子当作是新妇来培养啊。 车上, 林宇柔显得有些兴奋。 他暗暗握着小拳头, 一副小女人的样子。 现在一切都很顺利, 只等这次去省城找到材料供应商, 林氏集团, 就可以正式起飞了, 从此踏向世界。 李东一行人很低调地来到了省城, 所入住的酒店, 还是之前的那一家。 并且, 李东定下的房间, 都还是上次的那间总统套房。 本来安顿好之后, 李东准备跟林宇柔出去找代替重勇的材料, 但一个电话却打了进来, 打到了林宇柔的手机上。 挂断电话, 林宇柔很是高兴地对李东说, 李东, 我表哥还有表姐他们在省城, 他们知道我来了省城, 说, 想让我跟他们一起出去玩一下。 上次我外婆受宴的时候, 我表姐没能回来, 这次我想去见见她。 李东点了点头, 笑着道, 既然你想去, 那就去吧。 虽然对于林宇柔的那些亲戚, 李东不是很喜欢, 但他也不想扫了林宇柔的心。 不过, 我可能不能陪你一起去了。 啊, 为什么呀? 林宇柔有些诧异。 一直以来, 无论他去哪里, 几乎都是李东陪着一起的。 他早就已经习惯了李东在身边, 现在听到李东说不跟他一起去, 顿时有些小失望。 我要去见一个人。 李东轻声道, 谁啊? 林宇柔眨了眨眼睛, 男的女的? 想什么呢? 李东美好气道, 是一个长辈, 上次时间匆忙没有去见, 就趁着这次机会去拜访一下。 那好吧, 林宇柔点了点头。 你跟你表哥表姐他们玩得尽兴点, 我会让刀疤他们留下来保护你的。 既然这省城的八爷主动想见自己, 而现在, 自己到了对方的地盘上, 按道理, 应该没有什么人敢对他身边的人出手。 但这年头不长眼, 不怕死的人多了去了, 为了稳妥起见, 留下刀疤他们保护林宇柔, 还是很有必要的。 很快, 林宇柔就带着刀疤他们出去了。 而李东, 则是在酒店等待了一会儿, 就有人送来了一个地址。 事实上, 他刚离开东海, 就已经被八爷知道了。 上次见圣没有留下地址, 所以为了让李东安排好时间去见八爷, 对方自然会送来地址。 李东拿着地址, 在外面打了辆车, 直奔地址所在地。 乔家, 是省城的第一家族。 只因为这个家族, 有一个号称省城地下第一大佬的大人物, 那就是八爷。 没错, 八爷的名字, 就叫做乔巴。 那座省城最大的庄园, 也叫做乔家庄园。 这庄园真的占地极广, 有自带的演武场, 农田, 甚至还有畜牧区。 想要在省城市中心拥有这么大的一座庄园, 可不光是有钱就行的, 需要官方特批。 乔家, 在东海的身份地位, 那可是相当的厉害, 几乎每天, 乔家门口, 都挂满了登门拜访的人。 而来拜访的人, 几乎都是一些领导, 商界大鳄。 现在乔家门口, 站着不少人, 这些人, 如果普通市民在这里看到, 一定会非常惊讶。 因为这些人都是平时在电视新闻上出现的人, 平时难得一见, 但此刻看过去, 竟有不少乔家门口的人虽然很多, 但是却没有停放多少车辆。 所有人都将车辆停放在其他地方, 然后走过来。 由此可见, 乔家在省城的威望, 到底有多高? 李东并不认识路, 他上了车之后, 就将地址给司机。 在距离乔家庄园还有一公里的时候, 出租车司机就瞪大了眼睛, 看着道路两旁。 我的妈呀, 这是干什么呢? 全都是豪车呀, 比搞车展还豪华, 都上牌了, 你看看那里, 那可是官方的牌照啊, 还有那个, 五个吧。 司机看着道路两旁的车辆, 扶着方向盘的手, 都在发抖。 这要是不小心寡蹭了一下, 这辈子都赔不起那么多钱啊。 这些豪车, 排成了一排, 足足有二三十米, 再往前, 两旁道路空空如也, 一辆车都没有。 出租车开到这里, 就被人拦了下来。 这是一个身形貂悍的男人, 他将出租车拦下之后, 敲了敲车窗。 司机将车窗摇下, 问道, 干啥呢? 谁让你把车开到这里来的, 赶紧退回去。 那男人一脸不耐烦地看着司机, 挥手道, 为啥啊, 这路还不让人走了? 司机疑惑问道, 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这是乔家庄园, 没看到那些车都不敢开过来吗? 男人冷冷道。 司机顿时被吓到了, 好好好, 大哥你别生气, 我这就退回去, 这就退回去, 说着, 他立刻挂上了道档, 准备倒车。 师傅, 我先下车吧, 车费给你。 李东给了钱之后, 打开车门走了下来。 他打量了一下眼前的这座庄园, 面无表情。 这庄庄园看起来占地极广, 光是院落围墙就长达数十米, 珠红色的大门看起来也挺气派的, 看来那所谓的八爷, 还是个在乎排面的人。 低俗。 李东迈开脚步, 朝着乔家门口走去。 不过他才走了两步, 就被人拦了下来, 正是刚才那个让出租车倒车的男人。 你站住, 干什么的? 男人一脸警惕地打量着李东。 串门啊, 咋了? 李东停了下来, 淡淡倒。 串门? 男人看着李东这两手空空的样子, 觉得有些好笑。 这些年, 每天过来拜访的人, 谁不是提着贵重礼物, 生怕八爷不收的。 这小子倒好, 空着手就来了, 而且还是坐出租车过来的, 以为这乔家是什么地方? 先去登记吧。 那男人朝着一旁指了一下。 李东看了一眼, 那里有一个登记台, 有几个手里提着礼物的人, 就站在那里排队登记。 你是乔家的人? 李东问。 这是龙哥安排的, 让你登记就去登记, 废话这么多干嘛, 那男人有些不跃地道。 这小子, 很不上道啊。 很抱歉, 我要去什么地方, 从来都不要登记。 李东淡淡倒, 他说着绕过了对方, 朝着乔家门口走去。 既然是乔八让剑胜来请他, 李东现在来了, 那就是给乔八面子面前这个小憋三, 居然让他去登记, 开什么玩笑? 站住。 那个男人一个跨步挡在了李东面前, 你说不登记就不登记, 你以为你是谁, 我来串门, 为什么要登记? 李东问。 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啊。 男人一脸不屑地看着李东, 还串门, 我还是头一回听说, 有来乔家是串门的。 他说的不假。 以乔家在省城的超然地位, 哪怕是省城的一些领导来了, 都说是登门拜访。 可不敢用串门这个字眼。 要知道, 串门, 讲的是平背之间。 连手握十拳的一些领导, 都不敢说, 跟乔家平背论。 或许只有省城的一把手, 才有资格。 李东, 被搞得有些不耐烦了, 我怎么说是我自己的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说完, 再次绕开对方, 朝着乔家大门口走去。 站住。 男人一下子抓住了李东的胳膊。 李东一把将其甩开, 对于这种人, 他可没有什么好脸色。 我让你站住。 男人大喝一声。 这一声大喝, 仿佛一颗巨石投入了平静的湖面, 掀起了一阵巨浪。 那些安静排队等在乔家门口的人, 全部吵着, 这边看来。 怎么回事, 吵什么吵? 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 神色不悦地道。 龙哥, 这人说是来串门的, 不配合登记。 那男人连忙低头, 一脸恭敬的样子。 串门? 龙哥一听到这两个字, 嘴角勾起了一抹笑容, 真有意思啊, 来乔家串门, 敢问这位兄弟, 你是乔家的人? 不是, 怎么了? 李东面无表情。 那你跟乔家, 有亲戚关系, 龙哥点了点头, 又问。 也没有, 这跟你有关系吗? 李东皱起了眉头。 事实上, 自从他回到东海之后, 这段时间跟林语柔他们一家子住在一起, 他的脾气已经收敛很多了。 否则的话, 按照他以前的性格, 早就一巴掌抽过去了。 那龙哥见李东将两个问题都否认掉了, 顿时冷笑一声, 忽然立刻道, 既然你不是乔家的人, 跟乔家也没有关系, 那你就要登记。 他的话铿锵有力, 说话的语气, 就如同在命令一样。 你是乔家的人, 还是跟乔家有关系? 李东淡淡问道。 他现在感觉很有意思, 对方一看, 就是一个开门狗而已, 居然这么咄咄逼人。 还是说, 乔八还不知道自己过来? 反正他也不急, 并不介意跟对方好好玩玩, 打发一下时间。 都不是, 但是, 我让你登记, 你就要登记。 龙哥从自己的口袋里面, 掏出了一张名片, 一脸傲然地递到了李东面前。 李东扫了一眼, 上面写着的, 赫然是乔氏集团下的一位主管。 一个小小主管, 你有这么大的权力, 非让人登记才能进去。 李东似笑非笑地问。 让你去登记就登记, 哪来那么多废话, 不登记就滚蛋。 龙哥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事实上这个登记, 还真是这位龙哥自己搞出来的。 天行省省城, 算是南方一个一线的大都市, 堪称是卧虎藏龙了。 一个登记信息, 可以让龙哥搜集到很多有用的信息, 他借助了职位的便利, 搞了这么一处。 而且来拜访的人, 也会有很多塞给他一些好处, 可以打捞一笔。 他这个登记, 搞了也不止一天两天了, 乔家人也知道这件事, 但一直都是, 保持一个默许的态度。 毕竟, 有人愿意当一个门童, 对乔家来说也不是一件坏事。 久而久之, 龙哥心中就诞生了一种态度, 但凡是来乔家拜访的, 除了那些真正的大人物, 其他人, 就必须要登记。 不登记的话, 就没有资格进入乔家庄园, 甚至从某种程度来看, 这位龙哥, 已经将自己, 当成事业管家那种级别的存在了。 龙哥的目标就是让自己以后能成为乔家的管家, 等叶管家百年之后, 他就能代替叶管家。 以乔家的管家为目标去奋斗, 龙哥一点都不觉得丢脸, 反而感觉很骄傲。 毕竟, 这乔家的管家, 可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 李东看着龙哥那傲然的样子, 摇了摇头, 很不凑巧, 我这个人, 从来就没有登记的习惯。 说完, 又朝着门口走去。 来人, 给我拦住他, 龙哥脸色一变, 大吼道。 立刻, 刚才的那个男人, 一把朝着李东的肩膀抓去。 结果, 被李东随手一推, 他就摔倒在了地上。 李东这一推, 蕴含的东西可不少, 哪怕是一个一流高手, 也要摔倒。 李东跟龙哥的对话, 包括李东的举动, 都被那些等在乔家门口的人看在眼里。 几乎每个人都在心里想, 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愣头青? 居然胆敢跟龙哥作对。 老话说得好, 过江龙都压不过地头蛇, 更何况是龙哥这条本地龙呢? 谁敢招惹? 尤其是龙哥, 刚才说了串门这两个字, 大家都听得清清楚楚。 于是大家都在李东的头上, 安了四个字。 不懂李树。 来乔家串门, 懂什么叫做规矩吗? 拜访跟串门, 那可是两种概念。 那个男人被李东推倒在地, 脸色非常难看, 爬起来大吼道, 你敢推我, 你再敢动手, 别说推你, 你信不信我打断你的手? 李东脚步一顿, 淡淡道, 看在乔八的面子上, 我警告过你了。 大胆, 你敢直呼八爷的名字? 那个龙哥脸色一变, 大声喝道。 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就算是省城的大领导来了, 也不敢直呼乔八这个名字, 都是称呼八爷的。 那些等在乔家门口的人, 摇了摇头。 这年轻人, 说好听一些, 就是出声牛犊不怕虎。 说难听一些, 那就是一个傻缺啊。 没有经过社会的毒打, 才敢说出这样的话, 敢直呼八爷的名字, 他胆子真的不小啊。 李东看了一眼那个龙哥, 没有理会他, 直接走到乔家大门面前, 伸出手, 砸在了那珠红色的大门上。 砰! 顿时, 珠红色的大门, 发出一声闷响。 李东这一下砸门的动作, 可把众人吓得不轻。 连龙哥都被吓了一跳。 接着, 大家就像是看疯子一样, 看着李东。 这家伙, 他疯了吧, 居然敢砸乔家的大门。 就连省城的一把手过来, 都只是敢轻轻扣门而已。 这小子, 竟然用拳头去砸。 那些过来拜访的人, 他们都下意识地后退了十多米, 生怕等乔家里面的人出来, 把自己跟那小子联系到一块儿去。 果然! 那树红色的大门发出嘎吱的一声响, 然后从里面被打开了。 只见, 一个青年满脸不乐意地将脑袋叹了出来, 质问道, 谁砸的? 门口那些人, 全部将目光集中到李东身上。 吴哥, 是他, 是这小子砸的。 那个龙哥赶紧指着李东道。 门内的青年, 上下打亮了一下李东, 脸色不善地问, 是你砸的门? 有人曾说, 宁愿在官方单位当一个月月薪三千最底层的员工, 都要比自己在其他公司每个月赚八千块来的。 舒服。 很多人一听, 对此很不理解, 但事实却的确如此。 乔家的龐戏子弟, 不过是守在乔家的大门, 就会有无数的大人物去讨好他们。 这些大人物, 放在别的地方, 乔家的那些龐戏子弟都不一定能接触到。 这个门内的青年, 就是乔家的一个旁戏, 名叫乔浩。 他看守乔家大门已经一年多了,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几乎每天都会有人过来登门拜访。 每个人来到这里, 都是礼品不断, 态度谦逊, 甚至还有人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给他塞了很多的好处。 那些大人物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想让守门的青年能打开门, 让其可以进入乔家大门。 一年多以来, 他早就习惯这样被人簇拥讨好的感觉了。 但今天李东这个砸门的动作, 是他一年多的时间里, 从来没有体会过的。 对, 是我砸的。 李东点头。 他看了一眼乔家这么厚的大门, 不用拳头砸, 那也敲不响啊。 听到李东的话, 乔吴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这小子, 胆子这么大。 他再次打量了一遍李东, 这一年多来, 他已经养成了一双火眼金睛。 一眼就能看出, 对方的穿着是否富贵。 很显然, 李东穿着的衣服, 算不上富贵。 而且空空的双手, 更是让乔吴感到极其不爽。 他撇了撇嘴,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砸我乔家的门, 滚。 说完, 他用力将大门关上。 门关上的时候, 还带起了一片灰尘, 扬了李东一脸。 一名站在外面的年轻人实在是没有忍住, 笑出声来, 小子, 这就是你说的来乔家串门。 到头来, 怎么连门都进不去呀? 那个龙哥更是冷笑道, 就凭你也敢砸乔家的门, 还以为你是个什么人物, 到头来, 哼哼他冷哼两声, 一脸不屑。 虽然他的话没有说明白, 但那意思, 却很明显了。 李东皱了皱眉, 这乔家人的态度, 着实让他有些不爽。 乔八亲自请我来, 却不亲自出来迎接。 李东看着大门, 忽然气聚丹田, 轻贺一声, 乔八, 出来, 既然他已经来了, 那断然没有回去的做法。 这一次之所以决定来见乔八, 是看在那个贱胜的面子上, 而且, 李东也想知道, 那个乔八想见自己的目的是神。 妈, 怎么了, 觉得丢人, 大喊大叫有用, 李东刚轻贺出声, 身旁却响起一阵大笑声。 还让八爷亲自出来见你,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啊? 真的是找死, 敢直呼八爷的名字, 小子你摊上大事了。 要是我就赶紧跑, 不然等里面的看家护卫出来, 把你双腿都打断。 一阵阵讥讽的声音响起。 这些人都站在乔家大门前, 他们都是没有资格进去的。 此时李东的出现, 成为了他们调笑的对象, 成为了让他们找存在感的目标。 他们虽然进不去乔家大门, 但也不像这个愣头青这么丢人现眼啊。 李东没有理会这些人的嘲笑, 只是静静地站在乔家大门前。 一分钟之后, 乔家大门打开了。 一个中山庄, 梳着倒背头的老人出现在了门口。 同行的, 还有夜管家以及剑圣。 啊?夜管家? 那是!八爷! 八爷出来了, 八爷竟然出来了! 看八爷的样子, 难道是要出远门不成? 大家看到八爷出来, 脸上都充满了激动, 根本就没有想到往李东身上去联想。 那个龙哥, 更是冲着李东大吼一声, 那小子,滚远点, 别挡着八爷的路, 他的声音落下之后, 立刻冲着八爷投去一个谄媚的笑容。 瞧吧, 你们这乔家的人, 很没有礼貌啊。 李东直视着八爷, 淡淡道。 八爷原本见到李东, 心情是很不错的, 但听到他这话, 立刻脸色一变。 联想到是自家旁戏后辈招惹到了李东, 他立刻扭头对门内的那个乔浩贺道, 乔浩, 出来道歉。 道歉就不用了, 你们乔家留着这种人也没用, 就让他滚蛋吧。 李东淡淡道。 他可不会因为对方是省城的地下霸主八爷, 就给面子。 在李东眼里, 这个所谓的八爷, 根本就没有资格跟他平起平坐。 他能够亲自来见他, 就已经给足了面子, 既然对方的人冒犯了他, 那就应该给点惩罚。 他也相信乔八肯定会碎了他的意。 果然。 乔八脸色一冷, 看着那个乔浩, 像是看着一个弃子。 家主, 我。 那个乔浩看到这一幕, 哪里还想不到自己刚刚得罪的这个男人, 来头肯定很大, 他的冷汗一下子就出来了, 不过他刚要开口, 就被乔八一巴掌抽在了脸上。 滚, 乔八脸色不悦地喝倒。 乔家很大, 很有势力, 也很有人脉。 但乔八却很清楚, 如今站在他面前的, 是一个连剑胜都承认, 不一定打得过的大宗师强者。 乔家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就是因为有剑胜在, 所以他太清楚, 这样一位强者有多么可怕了。 这样的一位大宗师强者, 要是走出去, 绝对可以让东方世界无数的豪门家族贵福。 但现在却被自家的一个庞戏碗被招惹了。 虽然乔八不知道乔浩是怎么招惹到李东的, 但只要是招惹了, 李东说让滚, 那就滚吧。 乔八活了一大把年纪, 早就人老成精了。 他的心中, 比谁都清楚, 乔家虽大, 但也不可能轻易招惹一位大宗师的。 今天李东能够来见他, 就已经是给了他很大的名字。 否则, 他还真的没那么大的面子, 请动一位大宗师亲自过来见他。 乔八对待李东的态度, 让站在门外的那些人, 全部瞪大了眼睛, 张大了嘴巴。 这年轻人, 跟八爷认识? 最重要的是, 这年轻人说让乔浩滚, 八爷就真的让他滚了。 这个人, 到底是什么人啊? 那个刚刚还一脸傲然的龙哥, 立马就缩到了人群中了。 他刚才, 竟然对这个人这么大呼小叫。 那个乔浩也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刚刚呵斥的这个家伙, 竟然跟八爷认识, 还让八爷亲自迎接。 身为乔家人, 他太了解八爷的身份有多么牛逼了。 哪怕省城的一把手来了, 都是以晚辈的身份过来拜访。 而能够让家主亲自出来迎接, 老实说, 这还是他开门以来, 第一次见到。 李东对乔八的做法, 还算是满意。 对于那个乔浩, 他也没有在意, 毕竟双方的身份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乔八看到自家这名晚辈还站在这里, 又一巴掌抽了过去, 让你滚了, 没听到吗? 乔浩浑身一个哆嗦, 腿一软就跪在了地上。 家主, 我错了, 原谅我这一回吧, 我再也不敢了。 面对他的求饶, 乔八看都不看一眼, 转身看向庄园, 朗笑道, 去, 把我最好的茶叶拿出来。 乔八这句话, 让周围所有人, 都再一次感到震撼。 人人都知道, 乔家是一个很传统的家族。 这取最好的茶叶, 那就是最高的礼仪了。 只有对待最重要的客人, 乔八才会这么做。 那个乔浩, 慢慢从地上站起来, 看向大门外, 发现外面的人, 都用一种讥讽的目光看着自己。 门外的那些人, 其实早就受过了乔浩的气, 只不过一直不敢发泄出来而已。 今天看到乔浩吃瘪, 他们心中感到十分痛快, 有种说不出来的快感。 李先生, 李面琴。 乔八对李东, 做出了一个邀请的手势。 李东也不客气, 直接跨步走了进去, 刚才在门外, 看着那庄园规模极大, 极为气派, 现在进入了里面, 装修很是奢华。 风格是那种古典风, 小桥流水, 楼台停格, 应有尽有。 可以看出来, 这乔八, 是一个内心比较传统的人。 这庄园不错。 李东赞叹了一句。 多谢李先生夸奖, 若是喜欢, 可以经常来玩。 乔八笑着道。 后面跟着的叶管家, 跟剑圣都没有说话, 只是那叶管家看着李东的眼神, 充满了不可置信。 他现在都还想不明白, 这个年轻人, 到底有什么牛逼的地方, 居然让八爷亲自出去迎接。 很快, 一行人来到了八爷平时下棋的那个凉亭中。 不过此时凉亭中的那个棋盘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个茶盘。 李东跟乔八落座, 叶管家跟剑圣站在旁边。 冒昧请李先生过来, 还希望不要见怪啊。 乔八很快就亲自泡好了一杯茶, 放在了李东面前, 笑着道。 以他的身份地位, 亲自出去迎接李东, 并且亲自泡茶, 这已经是很高的接待规格了。 他长得很和气, 看着有种弥勒佛的感觉, 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 任谁第一次看到这张脸, 都不会觉得这就是盘踞天航省省城地下圈子数十年的可怕人物。 能来这里喝茶, 是我的荣幸。 李东笑了笑, 拿起了茶水, 放在鼻子面前闻了一下, 果然是好茶, 看来我这次算是有口福了。 对方笑脸待人, 李东也不会刻意去服了对方的面子。 说完, 李东将茶水引入口中。 茶水入喉, 的确是好茶, 恐怕还是真品。 没有足够经验的人, 未必能够泡出这么好的味道来。 李先生年少有为啊。 乔巴继续泡着茶, 笑着道, 如此年纪, 就有了这么一身高强武艺, 真是厚生可畏。 你的名气, 连我这种大门不出的人, 可都听说了。 李东笑了笑, 是吗? 该不会是有人在说我什么坏话吧? 李先生说笑了, 上次你来省城, 可把那些胆小的家伙吓得够呛, 哪敢有人说你的坏话啊? 乔巴笑着道。 李东抿了一口茶水, 嘴角微微扬起。 不好说啊, 不过呢, 说我坏话的人, 一辈子也只有一次机会而已。 乔巴眼睛微微瞇了一下, 没有说话。 只是继续泡茶, 倒茶, 喝茶。 李东也不说话, 他知道, 对方肯定有事情要问他, 不然的话, 不会让剑圣去请他过来。 很快。 乔巴直奔主题。 听说, 你跟北方的陈小刀有关系? 他问得有些漫不经心, 但若是仔细观察, 会发现, 他的眼神闪过一模一样的光芒。 小刀啊! 李东扎了扎嘴, 同样漫不经心, 他是我兄弟。 话落。 八爷瞳孔微微微一缩。 虽然他早就已经有了猜测, 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现在亲口听到李东承认, 还是被震撼了一下。 要知道, 眼前这一位, 可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宗师强者呀, 而北方的陈小刀, 同样也是一位大宗师。 那么加起来, 就是两位大宗师了, 那样的战斗力, 足以威胁到北方的那些超级豪门了。 果然, 他猜对了, 这样的实力, 真的有资格让他拉拢, 甚至去利用。 而李东听到他问出这个问题之后, 也知道了, 对方心中想做什么了。 他笑了笑, 没有再说话。 接下来, 两人相对无言, 足足有十分钟。 乔八没有问李东, 关于东海地下圈子的事情, 也没有问他跟赵山河之间的关系。 更没有询问关于省城的事情。 而李东也同样没有问, 甚至从近来到现在, 他连一声八爷都没有喊, 只当眼前的这个老人, 是一个陌生的茶友而已。 很快, 茶喝完了。 八爷抬起了头, 再次认真的打量着李东。 他不得不承认, 这个年轻人, 真的是他这辈子见过最优秀的。 北方的陈小刀他只是听说过名声, 但是不曾见过。 但眼前这个年轻人, 其出色程度, 恐怕连北方的那个陈小刀, 都比不上。 以前, 怎么就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号人物呢? 他, 到底是从哪里蹦出来的? 乔八在看着李东, 李东也抬头看着他。 双方眼神平和, 连带笑意, 怎么也看不出来彼此心中在想些什么。 还是那句话, 我这里景色不错的, 有时间欢迎过来喝茶。 好一会儿, 乔八开口了。 这话一出, 就意味着李东可以离开了。 行, 有机会一定来。 李东放下茶杯, 站了起来。 既然猜到了一些对方心中的算盘, 那这一趟来的目的, 也算是达到了。 李东又朝着剑胜点了点头, 然后转身离开。 至于那个夜管家, 也入不了他的眼。 等李东离开之后, 八爷看着手中的茶杯, 沉默了很久。 他脸上的笑容已经消失不见了, 脸色看起来有些淡漠。 八爷? 剑胜忍不住问。 不是朋友。 八爷淡淡道。 闻言, 剑胜顿时瞳孔微微一缩, 呼吸都不由地停滞了一下。 一个大宗师强者, 不是朋友。 虽然他没有自信能打得过对方。 但只要八爷开口, 他还是会毫不犹豫迎战对方。 那我去杀他, 剑胜道。 他的眼神, 满是坚定, 哪怕自己战死了, 也值得。 八爷对他的恩情, 他这辈子, 都难以还清。 用不着。 乔八摇了摇头, 虽然不是朋友, 但, 也不是敌人。 剑胜轻轻松了口气, 只要不是敌人, 就不会发生生死战。 您真的想用他? 剑胜又问。 这一下, 乔八沉默了下来。 两久, 他才叹了口气, 没办法啊, 现在我老了, 腹背受敌, 不找个墙员来利用一下, 我怕支撑不了多久的。 说着, 他的眼神冰冷下来, 隔壁那头野兽, 这么多年都在虎视眈眈, 还有身边那头养不熟的白眼狼, 时时刻刻都想在我背后捅刀子啊, 应付他们两个就已经很吃力了, 到时候就算我们能解决掉他们, 但我们的实力也会大打折扣, 到时候拿什么去跟北方的那些人斗。 剑胜寒声道, 隔壁那家伙, 不敢踏进天行省半步的, 还有那头白眼狼, 他也不敢有动作, 他敢动一下, 我就立刻杀他。 乔巴摇了摇头, 以前还可以互相制衡, 那是因为双方的实力平衡, 我们背后有人, 他们背后也有人。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我背后的人, 想过河拆桥, 想要抛弃我了, 这个平衡一旦被打破, 你认为他们还会怕? 那又如何? 剑胜冷冷道, 还是那句话, 只要有我在, 他们就不敢动。 目前的确是不敢, 可之后呢? 乔巴笑着摇头, 你的存在, 的确可以让他们忌惮, 但也仅仅如此而已,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强员加入进来。 您认为, 他会愿意帮我们? 剑胜皱眉问道。 他既然选择了来, 那就入了局, 到时候, 就不是他愿不愿意的问题了。 八爷笑了笑, 又缓缓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剑胜沉默, 没有再说, 只是隐隐有些担忧。 同时, 李东刚走出乔家庄园, 他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拿出来一看, 是刀疤打过来的。 接通之后片刻, 李东的脸色顿时阴沉无比。 刚刚刀疤说了, 林宇柔在一家KTV里, 遇到麻烦了。 有人想调戏林宇柔跟他表姐, 被刀疤他们打了, 但对方很快就找来了高手, 现在刀疤他们都不是对手, 遇到了真正的麻烦。 不知死活的人怎么就那么多呢? 李东快速走出去, 打了一辆车, 直奔刀疤发来的定位地址。 在李东打车离开之后, 庄园内夜管家的手机也响了。 他接通之后片刻, 脸色同样有些难看。 八爷, 那位李先生的女朋友, 在皇家KTV遇到麻烦了, 找事的, 是省城那位的公子。 听到这话, 乔八微微一愣, 然后忽然大笑了起来。 真的是想睡觉, 就有人送枕头啊, 他站了起来, 朝着外面走去, 走, 我们也过去, 看一场好戏。 李东很快就来到了这家KTV。 这家KTV装修非常豪华, 入口的音响都是进口的, 正牌的洋酒, 都象征着这里不菲的消费。 李东寻着刀疤所说的包厢号找了过去, 还没有到门口, 就听到里面传来了喝骂声。 他妈的, 你以为你们是什么东西啊? 从乡下来的乡八老也敢打老子, 知道我爸是谁吗? 知道我妈是做什么的吗? 我妈的公司一年交的税都够养活你们一辈子了。 包厢内, 一个贵公子拿着话筒, 脚步虚浮, 看起来喝了不少。 在包厢内, 林宇柔站在那里, 紧紧握着拳头。 她的胸口剧烈起伏, 看起来非常生气, 而刀疤他们这些保护李宇柔的几个兄弟, 都是鼻青眼肿, 显然被打了。 大头也在其中, 他一条手臂垂了下来, 已经脱臼了。 但即便这样的疼痛, 也没有让他皱一下眉头, 只是死死盯着对面的一个中年男人。 那个中年男人背负着双手, 站在那里表情淡然, 看着大头跟刀疤他们, 满脸不屑。 以刀疤他们, 加上大头的战斗力, 就算是准宗师都能拼一下, 但他们现在这么狼狈, 就是被这个中年人打。 但, 因为对方是一个宗师强者。 林宇柔的表哥刘海, 以及他的表姐, 还有几个带来的朋友, 都躲在角落里, 瑟瑟发抖。 有些畏惧地看着那个破口大骂的贵公子。 刘海的脸上, 有一个巴掌印, 非常清晰。 显然被打了。 那个贵公子指了指林宇柔, 又指了指林宇柔的那个表姐, 还有你, 还有你。 老子是看得上你们, 才让你们跟我喝杯酒的, 给脸不要脸啊, 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 草。 敢打老子, 这次把老子惹怒了, 老子看你们怎么收场。 和少是吧, 您先消消气。 这时, 刀疤深深吸了口气, 端起了一杯酒, 走到贵公子面前, 是我妹妹太年轻, 不懂事, 我代替她给您赔罪, 这杯酒我先干了。 她口中的妹妹, 也不知道说的是林宇柔, 还是林宇柔的表姐, 亦或者是其他人。 但看起来, 应该就是林宇柔了。 刀疤说着, 就要将酒喝下。 谁他妈让你喝的? 和少一把将对方手中的酒杯夺了过来。 刀疤赶紧陪着一张笑脸, 是是是, 和少说得对, 这事, 是我做得不对。 她只能委屈自己, 去陪这个笑脸。 没办法, 打不过对方, 只能这样了。 她肩负着保护林宇柔的任务, 现在李东不在身边, 只能用这样的办法来让对方消气, 只要能拖到李东过来, 她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对刀疤来说, 她受点委屈没有关系, 但要是林宇柔出了点什么事, 她就真的是万死莫辞了。 不是不对, 是你她娘的没这个资格, 懂吗? 和少将酒杯举起, 手腕倾斜。 顿时, 酒水顺着杯口流出, 浇在了刀疤的头顶。 酒水顺着她的头顶流下。 刀疤藏在身后的拳头紧紧握着, 但脸上依旧陪着一副笑容。 和少将酒杯倒空, 扔到一边, 随后极具侮辱性地拍了拍刀疤的脸, 看看你这个样子, 真的是笑得比我家的狗还要见啊。 混蛋, 你有什么就冲着我来, 别难为刀疤哥, 林宇柔美眸中充满了愤怒, 一张翘脸憋得通红。 以前她很讨厌刀疤的, 因为刀疤带人欺负过他们母女。 但自从刀疤跟了李东之后, 她就了解了刀疤的真正为人, 这是一个狠讲义气, 真的把她当作嫂子看待的人。 现在, 看到刀疤为了保护自己被人这么侮辱, 林宇柔真的很生气。 喂, 你够了呀, 刘采薇, 你这个表妹是不是脑子缺根筋? 这时, 一个年轻女人大叫一声, 指着林宇柔的表姐大声道, 要不是她, 我们怎么会被和少堵在这里走不了? 刚才她要是忍耐一下, 不那么意气用事, 我们所有人都会相安无事的。 你胡说什么呀? 林宇柔的表姐刘采薇是一个容貌算好的女人, 她瞪着那个女人, 眼中充满了不解。 因为她们是一起来这里玩的, 现在出了事, 自己这个朋友, 居然怪起林宇柔了。 刚才那个和少喝了酒闯进包厢, 第一眼看到刘采薇的一个女性朋友, 就把她按在沙发上摸了几把。 林宇柔立刻喝斥了几声, 那个和少立刻又看到了林宇柔的美貌, 想要欺负林宇柔, 让她陪喝酒。 林宇柔当然不干了, 那个和少借着喝了酒的胆子, 甚至开始去拉林宇柔的手。 林宇柔惊慌之下, 就打了这个和少一巴掌。 之后, 刀疤他们又动手, 把这个和少揍了一顿。 在之后的事情, 就是和少找来了一个宗师强者, 将刀疤他们都修理了一顿, 有了现在这个局面。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那个女人指着林宇柔, 刘采薇, 我们是出来玩的, 现在出了这档子事情, 算谁的? 你这个表妹, 装什么呀? 来这种地方玩, 谁不是来找个乐子? 这位和少长得这么帅, 跟她喝杯酒又怎么了? 她刚才不是在故作清高是什么? 女人看着林宇柔, 眼中闪过一抹嫉妒。 她恨不得自己变成林宇柔, 跟这个和少滚床单呢。 那样的话, 她就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她嫉妒林宇柔的美貌气质, 而这件事情又是因为林宇柔而起的, 所以, 她就很生气, 忍不住开始炮轰林宇柔。 了。 并且, 她还有一个打算, 这样做的话, 可以撇清她跟林宇柔之间的关系。 虽然她跟林宇柔的确没什么关系, 但那位和少不知道啊。 你! 你! 林宇柔没想到, 自己表姐这个朋友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气得要死。 她紧咬着红唇, 心里非常委屈。 呦呦呦, 有什么冲你来? 泽泽, 脾气挺火爆啊, 不过我喜欢, 既然你想让我冲你来, 那我现在就来咯。 那和少嘖嘖嘖道, 肆意地打量着林宇柔, 并且朝着林宇柔靠近。 现在有一位宗师强者在身边, 她有恃无恐。 刀疤不动声色地挡在面前, 和少, 今天的事情, 我们的确是动手了, 但我们也已经道了歉, 还被你的人打了一顿, 这件事情就算了怎么样? 和少没有说话, 只是饶有兴趣地看着刀疤。 看到那个和少没说话, 刀疤对大头他们道, 大头, 你先带林总他们先走。 大头沉默一下, 然后点了点头, 接着准备带着林宇柔他们离开。 走, 往哪里走? 和少又拿起了一个酒杯, 用力地砸在地上。 顿时酒杯破碎, 玻璃茶子飞溅得到处都是, 谁他骂的都不许走, 他表情争鸣, 目光扫视所有人走。 那不可能。 这些人敢打他, 他怎么可能会轻易放他们走? 对, 和少说不让走, 那一个都不许走。 那个年轻女人居然帮着和少这么说话。 他说完了, 冲着和少露出了谄媚的笑容。 刘采薇他们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个女人, 万万没想到, 他们这个朋友, 居然是这种人。 梅红, 你疯了吗? 你在干什么? 刘采薇看着他, 怒问道。 干什么? 梅红冷笑一声, 他走了出来, 直接来到和少旁边。 现在我真的很后悔, 跟你们这些香巴佬出来玩, 早知道你们会得罪了和少, 我早就应该跟你们划清界线了。 和少听到这话, 非常满意。 他伸出手, 在女人丰满的蜜桃壁上揉了起来, 哈哈大笑道, 很好, 做狗, 就应该像你这么乖才对。 来, 现在, 按照我说的去做, 过去, 抽他巴掌, 你打他一巴掌, 我给你五十万, 打到你不想打为止, 本少爷有的是钱。 说着, 他只向林宇柔, 冷笑不已。 那个叫梅红的女人听到这话, 眉眸立刻亮了起来。 他非常激动地道, 和。 和少, 您说的是真的吗? 一巴掌给我五十万。 曹。 和少嘴里骂骂咧咧, 你觉得, 老子差这么一点钱吗? 老子一天, 出去玩都不止几百万了。 梅红深深吸了口气, 他的眼中, 露出了强烈的异动。 一巴掌五十万啊, 要是打个十几巴掌, 岂不是好几百万了? 他看向刘采薇, 冷笑道, 刘采薇, 你可别怪我, 是你这个表妹招惹了和少, 我只是帮和少教训一下他而已。